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期节目配料这么多 对啊 就说明是一道大菜 肯定大厨今天做的是什么 做珍宝蟹 一般来讲这个都是在菜单上出现的一道菜 对 而且珍宝蟹就 你就知道很好吃 因为它肉多 要是个头又很大 对对对 品质也很好 就如果你在家里请客人 然后这个客人一看 然后端出会长 绝对拿出台面 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过这个做起来是不是难呢 其实还可以 我们今天做一个咖喱味的珍宝蟹 因为珍宝蟹有很多做法 什么好啊 蒸啊 炸啊 这些 那么做一个家里方便操作 第二呢 就是拿出来还是可以经验到大家的一个 好 这个珍宝蟹 它非常大 珍宝蟹 它基本上都是个头还蛮大的 天哪 它里头的肉好多啊 真的好说的 基本上它的一个这个直径的公分是在16公分左右 这个美国包括是这个加拿大 他们有个规定 就是说珍宝蟹呢 不能够抓母蟹 不能够抓小蟹 因为如果说实际上这个小蟹或者幼年的 它还没有长到肉很多 然后呢要育苗啊 或者要让它生长 所以这样的蟹是不允许来进行这个捕捉的 然后呢 就母蟹也不允许 那公蟹一定要是长到的某种体格之后 才允许补捞上来 补捞上来之后 它不像有些蟹 就当中空啊 觉得牛那么傻了 这个珍宝蟹有个特点就是 黄啊肚啊肚子 它的肉头也很鲜美 所以就怎么做都好吃 珍宝蟹还有种蟹叫面包蟹 你没有看到 吃过去 很多人都认识珍宝蟹和面包蟹 有一些 对对对 有点强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但其实珍宝蟹的出肉率还是非常高的 那对吧 珍宝蟹大概可以达到 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出肉率 这整个蟹里面都属于出肉率很高 是的呀 所以其实蛮适合在家里做的 可能一开始 大家会被这个珍宝蟹的体格啊劝退啊 觉得这个菜不好处理 是的 但因为它的这个出肉率 刚才佩南大师讲的非常的高 所以其实你不会觉得 我忙活了半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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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吃这个味道 对我把我的珍宝蟹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快 我对这个又大又好对吧 它不像有些些 就这个口当中是空了 是的 叶华给我们展示一下哦 对吧 它还是有一点食材 珍材食料的 而且有些人就喜欢吃这个壳 对对对对 很鲜 然后除此吃它 这个两只这个脚 就脚 这个两只肚子胖的地方 其实呢 满满当当当都湿肉 你看到这个 这个汇满蟹 出肉率还是很高的 非常非常高 同时呢 这个珍宝蟹它就是鲜 你看它的蟹壳 包括是颜色 是非常非常的红的 说明什么 它是急速冷冻 捕捞下来之后呢 要大概是在六十分钟 就一小时之内 通通处理干净 然后要放到零下 三十摄氏度的这个冰库当中 进行一个冷藏 而且珍宝线 别看它 现在已经被这个分割好了 它其实壳啊 非常非常硬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壳 都帮你的切割好 你倒过去之后 自己再去弄就比较烦了 所以就是叶华介绍的这个 就是其实是我们帮大家 已经处理好的 是呢 不是说回家再要 再砍不过砍腿 还有这个 腿部屁股这边 帮您处理干净了 它这的地方 帮您觉得 这两个弄好了 就比较贴心 很贴心 我们只要夸子 所谓也就好了 就不像以前 还要什么 再用钳子啊 剪刀啊 再去弄它 它比吃大闸鞋 还要再方便 是是 不费劲啊 是呢 好的 好 叶华介绍的同时 我们平常大厨 也在处理这个配菜 切一些配料 配料 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洋葱 我们放一点点的辣椒 因为咖喱嘛 就是辣椒的东西 看你们的口味 就是辣一点 还是就是 要稍微清淡一点 大蒜 然后胡萝卜 然后番茄 然后切一点点的姜 对 那个番茄啊 这个它其实 培浪大厨 没有把它切开啊 只是在这个尾部的地方 切了一个十字啊 对 只是切了一个十字刀 是为了让它这个汁 就会到时候流出来一点吗 我觉得大家 因为本来都会干净的 通通吃虾的了 就把你做了 后来也不太搞光了 我妈也不搞了 别的 其实不想让它 就是它的形状就很烂的 第二呢 就是我们还是要 让它的味道出来一点 好的 这配料是非常丰富 红的红的红的 就是你一个菜 这个烧完之后 家里就这一个菜可以了 就不需要再烧第二个菜 对对对 是的 我再问一下 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菜 都可以用这些配料来进行 所有 到它这个底呀 咖喱的 咖喱的其实都可以的 那今天因为这个配料 非常的丰富 但是如果说培浪大厨 我是一个很偷懒的人 我不想准备那么多 但是呢又得准备一点吧 就是它的这个最小量 最小量就是 我得有什么 我建议是 番茄要有的 胡萝卜要有的 洋葱要有的 大蒜要有的 就差不多了 好 我会有什么 不过我 那天就比较健康了 因为 我还没得理解了 所以今天 这个试ículo大厨做的是 挺配 吧 对对对 哎 大家这个拿到这个鞋之后 需要有一个这个小的窍门啊 不要把它这个 这个当作 这个好汪 这个稷 这个原因是,你怎么办? 对,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这是蟹黄 所以吃这个珍宝蟹,我们不仅仅是肉多 蟹黄蟹膏也在这个当中 你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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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比较多,我会比较多 因为如果你的食材是好的话 你会比较多 这一年就可以了 生亡都可以 一年是蟹黄蟹最好的时间 职宝蟹全年都可以普劳的 但是一般来说,12月之后 1月份,2月份 是双朝换壳的时间 然后脏牛按王 他的肉会更丰满一些 这个时间段是最好的 肉比较紧实,紧实多 看到这边,大家已经开始觉得很嘴柴 你看我们珍宝蟹,又方便 隔肉的力又高 还有这个蟹黄和蟹膏带回去 对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现在就可以去我们登方过的十一频道 去看看珍宝蟹的组合了 就放那么一点点的油就可以了 油并不多 少一点就可以了 我个人很喜欢少盐少油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少盐少油对锅子的考验非常大 那是 但是也比较健康 对 所以这个量基本上就是让锅底稍微粘到一点油就可以了 就如果大家在家里面煎的话 就用筷子或者是这样的夹子 夹子的话我觉得也蛮方便的 方便这个翻 我觉得夹子比筷子容易 当然很多人筷子用的比较习惯 先煎 这个好像使用到我们半盒 半盒的量就已经蛮多的了 满满一个锅底 因为我蟹脚没有煎 蟹脚没有煎对吧 蟹脚没必要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锅啊 就是我们半个蟹放进去之后 郑老师这个铺的还算蛮均匀的 那它的口径呢是属于32公分的这个口径 特别适合于我们一些中式的爆炒 口径大你放很多一些食材比较好 蒸饭 蒸饭 刚刚不想看到 因为我们上海人喜欢吃什么浓油翅酱 我刚刚弄一缩烫 是是是 这个锅底它不像有一些就很浅的 就不没有这个汁水 我们弄好之后像咖喱的呀 红烧的呀 对吧 酱香的呀 那个汁水还可以再補足吧 这锅的用处 我觉得更丰富一点 如果你浅的 其实很多烧的菜 就像你刚刚说的红烧的菜 不太方便 它煎起来 它的底的面积也比较大 我觉得煎起来比较好 这锅还蛮好 还是要有一个操作的空间 这个锅你会发现 它的材质跟以往的一些不粘锅不一样 这个材质就是全陶瓷 而且是一体成型 锅当中虽然它很深很大 没有任何的接口 包括是锚钉 清洗起来又很方便 而且它的底部是属于双层的 导热非常的快 已经很均匀 好 先好之后放在这里 再用一下 是的 所以就是煎到什么样的程度 露从颜色上判断 一点点的金黄 表面有一点点金黄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重量 总量也没轻溶 也没轻溶的 然后有重量 真的 是吗 但是可以提 对于女生来说 我觉得也是很友好 比较友好的 对 比较友好的 然后再放点油 而且很多人都会说 没有那些这个涂层之后 这个会不会容易粘 刚才能看到了 我觉得蛮好的 我们现在就炒这个配菜 对 一定要炒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个菜的时候 因为我注意到你以前做的菜 很多时候都先去处理这个配菜 然后再介入到主菜部分 但是这次你是反过来的 对 因为主菜它需要锁住一下它的水分 它的 因为我们是要做炖的菜 然后要做那个咖喱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不锁一下 它的肉有可能会逃出来 好 给它一点那个时间 对 确实 而且你看在爆炸的时候 它烟很少 对吧 就因为是 就是它导热 导热性 导热性 它是均匀性非常多 胡萝卜切的尽量小快一点 因为不想让大块的胡萝卜 蘸掉这个蟹的这个口感 而且小块的胡萝卜呢 它也容易入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胡萝卜其实它还是 还有一定的甜味在里面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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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萝卜的甜味 胡萝卜素的味道 都会很容易的进入到 这个咖喱的味道里面去 嗯 听到 对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辣椒最后放 最后放的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控制下 它拉维俗的散发 你少炒一会儿它就不辣 你多炒一会儿它就更辣一点 辣 这个辣度可以自己控制 就是如果大家这个前面配料太多 没有记住那个顺选 因为配料大厨是按照层次放的 它不是一股脑的所有东西都扔进去 是的 只要记住把这个辣椒晚一点再放进去 最后放 最后放 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水了 这个水要放多少 稍微多一些 它要盖磨那个线 盖磨线 好 然后我们把咖喱配斯放进去 这个其实在外面都可以买到的 叫什么咖喱配斯 咖喱块 对 咖喱的块 咖喱块 咖喱块 那这个咖喱块放进去之后 我看你把这火要调大一点 对对对对 嗯 其实很多人都说这咖喱块买回来不好吃不好吃 是因为你 就是我们没有没有好好把它烧一下 我都是要处理好的 真的是 我以为有了刮咖喱块之后对吧 就其他东西就是 就放水 其实没有人放东西就放水 我都是这么做的 那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有时候我还讲究一点 放点牛奶 我想奶香会服一点点 建议你下次可以放椰奶 椰奶 对 椰奶 椰香咖喱对吧 哎呀 有复合味道在里面 所以我想怎么灵魂没有了 跟大厨的底 那咖喱块和咖喱酱的区别 在这道菜上会有体现吗 会有 因为咖喱块呢 其实它基本上整个咖喱都已经炒熟了 那咖喱酱回来 你还是要自己炒一下 要放一些干葱 放一些大蒜 自己炒一下 放一点点辣椒 如果你自己想吃那个蟹酱的话 你也可以放一些蟹酱炒一下 所以没有办法像块一样的 就是它可以直接食用 对对对 再加点水 对再加一点水 好 这个时候应该弄分饭放进去 这咖喱蟹烧完之后 我们就配饭了 最后 最后像没有吃过这道菜一样 好的 然后我把我们煎好的蟹放进去 所以入这个锅之前 其实这个咖喱 让它保持这个水分度还是要高一点 对 水分度高一点 因为你还是要收的 对对 还要收汁 一起放进去 好 这么吃 太赞了 你看这个 三十二厘米口径还是要的 如果没有那么大口径 像一般的中式炒锅 放的放进去 包括西式的炒锅 二十八三十公尺 你要堆起来了 你或许都不够放 而且如果它 对 就深度不够的话 那些酱汁也没法领放水 就这个还是要烧一会儿的 然后要加个盖 加个盖 好了 盖子在这儿 说到这个盖子 我也觉得可以提一下 因为这个盖子可不是普通的盖子 这个盖子有什么特别 这个盖子可以 第一点它是可以这种 就自己独立支撑的 除此之外 它跟其他盖子不一样 它有一个微压功能 你看到这边会有一个按钮 它就是像这种 就是高压 高压锅一样 但它不是高压 它是微压 在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密封层 这个盖子呢 比如说是收汁 烧牛肉 红烧酱香那些 这个要入味 要让它变得酥烂 或让食物啊 就更加快速地进行 这个熟的话 那我试试 我试试 这一刻 我试试 好 你看到吗 其实基本上把楼子里 它是从前头有一个排气 在那边的 这个部位对不对 然后整个盖子又是可视窗口 那我们盖上这个盖子之后 要煮多久 盖上盖子 我们开小火 开小火 炖一下 开小火煮个十五分钟左右吧 十到十五分钟 就看你们的珍宝屑多大了 所以也有大小了 我们这个还蛮大的 这个锅盖 它不仅仅是可以有微压的功能 对吧 整个的锅也是个变形金刚 是吗 对 你看它这个场顶 就是手握的地方 可以忠实炒嘛 你在厨房当中可以这样 它也可以把它拆卸下来 真的 就变成一个双二的汤锅 或者是一个火锅的锅 可以上前桌的 火锅这样的深度到什么时候 也可以啊 如果你家里头是用什么米鸡炉啊 电桃炉啊 包括一些什么电磁炉 明火都可以 哦 这个是锅里的鞋杠青年 是的 真的是 所以看到这边啊 我是个人不仅仅是对于蟹 非常的感兴趣 我对这个锅也是非常感兴趣 就如果电视机前来 您跟我一样啊 对于我们这口锅 三十二公分的大口径又深 而且可以做出不同的变化造型 盖子还带微压功能的话呢 可以关注我们东方购物十二频道 正在为您所播出的 神田锅具套足了 好香 哎呀 是不是 哇 咕噜咕噜的感觉啊 冬天很治愈的看到这个 是 对 刚刚她说的火锅 我觉得这个锅的深度做火锅的确还蛮好 对吧 好了 我们基本上就烧好了 这个锅的 是不沾吗 对对对 品质还是相当不错 嗯 又不沾 然后深度又够 像我来说 我肯定咖喱加会放多一点 因为卸吃完了之后呢 咖喱 多为钱 多为多两天 哈哈哈 这个咖喱够了 够了吗 够了吗 我当作爱得跟哈罗西米多了 我让你吃了呀 好的 开大火收一下啊 嗯 嗯 我们要弄个哈网 什么地方 哈网最后的方 最后的方 收吃的时候 收到最后 哈网多进去 好 我们尝一下吧 好来试一下 哇 我喜欢吃肉的 对 拼命在往里面夹 来看肉 我还有一个番茄 还有一个番茄 对对对 来 好我也尝一尝 肉在这儿 好 味道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比我预期的还要再高 真的吗 真的 我觉得咖喱啊 就是属于那种 它味道的冲击力 还是蛮强的 嗯 但是它那个 不影响这个 我们品尝这个蟹的鲜味 是 对吧 我们还是之前 做了一点点的处理的 对 对 还有味道 但它没有把蟹肉的味道 是的 盖住是吧 嗯 而且我会发现 这些蟹肉吃进去 不仅仅是口感有嚼劲 说明它很新鲜 嗯 它还有微微的回甘 就是那种甜度是可以 你嚼下去之后 能够反出来的 就不会也被这大力那种 心脉的味道所感出 嗯 所以大家如果也像我们啊 人们喜欢吃到这种 好的食材的咖喱鲜的话 又能够保证好 这个营养和品质 可以关注一下 敦欢购物 十一频道正在播出的 珍宝蟹的套组 那同时呢 如果你对于我们的锅具啊 神秤这套锅具 也很感兴趣 大口信 并且呢 这周年情当中 组合非常的丰富和给力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 十二频道正在播出的 神秤国具套组了 好 陪老大厨 我们下一道做什么 嗯 我们下一道这个 又是考验我的时候 要用 说是要用这个锅 做一锅装出来 哎呦 这是电饭包 考验我 以前因为陪老大厨做饭 是配料不较多 这次是嘎嗓比较 是吧 是 是 这是刚才大家所关注到 我们十二频道 神秤锅具套组的 另一个主商品 就是我们神秤品牌 这个电饭包 这电饭包有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你看 可视传口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做饭啊 做粽啊 你就不可能做到一半 去除掉 又有多地哪能赞耳机 嗯 它能够把从 生的米粒 变成饭变成粥 整个过程 让你一目了然 除此之外 跟我们这个食材接触的部分 都是高棚堆的玻璃 所以耐冷性非常强 而且没有任何的土色 我感觉到之前都想让我自由发挥 现在是定题考试是吧 是的 因为我觉得好满配好安 那我们开始吧 开始吧 我们做个海鲜粥吧 先放米 我们边做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并且展示一下多功能的锅 一份的米放六份的水做粥 一份米放六份水做粥 反正这个是属于三生的电饭包 就是现在人吃米饭喝粥 不太会做一大锅 希望是一次吃完比较新鲜 对吧 所以现在小容量的这种电饭包 特别受欢迎 海鲜粥放一点点的姜末 我们就等于把这个一层层铺进去 是的 因为海鲜当中必定要有点去心的 几段就可以了 对 为什么是葱白呢 第一葱白它有它的香味 为什么不切碎呢 如果我们不是那么喜欢葱 可以直接挑掉 就完整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味道可以持续散发一下 放一个蟹 好 黄 哎呦 这鲍鱼 鲍鱼 这个都是已经是洗净了的 对 对 事先都准备好了 对吧 放几个蛤蜊 就这样一看 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电饭包的 放个虾吧 就感觉好像是个小汤锅一样 其实这个海鲜粥来讲 我们今天就用的这个食材我觉得还是蛮烤旧的 就一般如果家里来用的话 也不一定要完全照抄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 可以有一些代替的对吧 可以的 可以的 就是你直接烧个白粥也可以 也可以 我们来放一个小小的提示 什么 这个猪油 猪油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尤其是烧粥的时候 我最说的猪油炒饭 拌了拌 对 它为什么要放猪油呢 就是放了猪油呢 它第一是香味增加了 第二呢 这个粥不太容易扑成了 一锅不太容易扑成了 因为它上面还有这样一个蒸锅 为什么我烧海鲜 就是第一我上面海鲜还会蒸一下 嗯嗯 蒸好 蒸完之后它整个海鲜的这个水蒸气 它就不会不会流失掉 嗯 海鲜的鲜味又会回到这个桌里面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上后蒸的那个海鲜的汁水也不会漏掉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有一段时间在在一些饭店里面还比较流行这样的吃了 原汁蒸海鲜 对 你光都蒸了 我就错了 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你没有这个锅具 其实在家里有一点点难复刻啊 对吧 对的 然后放一点点黄酒 三小的量在里面 没有很多额外的配料啊 还是原汁原味吧 对 尽量保留这个海鲜的鲜味 这个盐啊 啥的都不需要放了 不需要 因为海鲜它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盐味了 海的味道 对 然后如果粥的话 我们到最后可以再做一个调味 好的 好 它有八种不同的模式 它有主粥模式的 对有主粥模式 三十一个小时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不太会做饭的人来讲啊 就用这个开启自己的做饭之旅 应该成就感满满 对对对 就你第一次就能够成功啊 而且不太容易失手 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神田的电饭包 如果感兴趣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这个玻璃内感的可视窗口 零毛孔 没有任何其他一些涂层 当中那个真格呢 也是304不锈钢的材质 非常的安全 大种不同的调节模式 三生小容量 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东方购物12频道 正在问您所播出的神田品牌的过去套族哦 好 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好了 它低了一下告诉你 它好了 打开看一下 哇 可以了 这个都已经真好了 小心胖 海鲜已经 是的 关键是看到我的粥 还有海鲜粥 我觉得这个粥应该非常成功 润味哦 因为我靠的比较近啊 我能够闻到那个很鲜的味道 最后一点点的加工 生菜 生菜呢就是它crunch 它有些脆性 口感上的 只有口感还是 好 我们切了一点点的那个西芹 也是增加它口感 最后呢 个人建议放一点点的这个 花生酱 啊 花生酱啊 一点点 花生酱放在海鲜的中 小菱子啊 为什么啊 有花生酱 有海鲜有海鲜有粥 有海鲜有粥 有西芹有生菜 还有花生酱 嗯 就前面那个燕花你说这几个 其实大家多少还是会用到一点 对吧 但是花生酱我真的是第一次听了 你看 黏稠度 为什么要来学一学的道理 就在这里 好 所以应该不只是从视觉上面它变得粘稠吧 你至少口感上这个花生酱加进去也是有道理吧 你尝一下它是有香味的 好 这个花生酱真的是芝麻点睛一笔啊 好 来来来 是不是很香 来来吃个海鲜 吃个海鲜 吃个海鲜鸭鸭鸡 没有没有 记念到我了 我就真的是它有 对对对 猪有的香海鲜的香 然后这不是一般的粥啊 能够做成这样的粥 太阳大厨如果在市场里卖多少钱了 你给我这么多烤鸡 我今天有点接不住了都要 对啊 那口味应该是OK的 我觉得 所有的海鲜的味道都在粥里了 对吧 然后上面蒸的海鲜的味道也已经进去了 它一点点料酒的香味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菜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花生酱 最后盘出来的味道其实还是会非常的入味 这是 巨锅海鲜粥 太赞了 没想到 小小的一个电饭包可以做出那么鲜美的 海鲜粥 看到这边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按捺不住了 对于我们这款神田的电饭包 包括是组合 真是非常感兴趣 赶紧可以锁定我们东方购物12瓶的 神田的大组合 它会有一个32厘米大口径的这个锅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的这个三升的 透明的玻璃内感的电饭包带回家 同时还会周圆庆当中赠送给大家 我们的十件玩具套组 是不是敬包又给力呢 同时如果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 十一频道正在播出的珍宝鲜套组 千万也不要错过哦 好 好 谢谢 我是 非常感谢裴朗大厨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两道美食 那下一期会有什么样的食材 裴朗大厨又会做什么样的菜呢 敬请锁定我们洋葱房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啦 拜拜